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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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復興教室門徒裝備課程 上半年1至6月的課程包括 新生活200 雅各書 使徒腳忠 聆聽神聲音 語神一對一 課程以及報名方法 可以參與我們的報名表格 鼓勵弟兄姐妹一起裝備自己的生命 為主贏得更多的靈魂 面對香港的疫情 大家都在困難的裏面 感恩當中見證神的保守 讓人在抗疫物資上 有餘同時也可以祝福有需要的人 所以如果大家有口罩 搓手液等的物資 現在有幾方面的呼籲 第一 將物資奉獻到復興關外務林中心 我們會從中央收集 第二 有需要取物資的弟兄姐妹 散組會之後可以去到樓梯間登記 我們會將物資妥善分配於 有需要的會友和社區居民 最後呼籲有心智的弟兄姐妹 與我們一起做義工 一同關心我們的輪社 去祝福這個社區 原定3月14日雷保羅牧師的醫治培訓 會延期去到11月7日 3月14日會有新的特別安排 當日3時會有A911討告會 一起在教會聚火討告 之後4時會有祝福社區的福音行動 藉著派搓手翼、口罩來與社區傳福音 亦會有討告站 為到心靈和身體有需要的人討告 鼓勵弟兄姐妹一起來參與 一元聆聽聖經運動 已經在2月26日開始了 還未下載手機應用程式的你 快點下載吧 Hallelujah!感謝主! 我們的拿西爾人計劃 已經收到積極的回應 已經有數位的弟兄姐妹報名參加 拿西爾人基金也正式啟動 弟兄姐妹,除了討告紀念 你都快點來奉獻支持拿西爾人基金 原定3月8日的福音年齡將會改到3月14日 參與祝福社區的福音行動 A911祈禱會將於未來3月7日 下午3時至5時為全球疫情祈禱 這個星期我們一起看生命記 做套會時間是早上7時 在地下榮耀劉舉行